完美日記出新品,我哪裏可能不可以錯過 這次完美日記的新品呢,我研究了很久 也做了很多功課 期待了很久 因為是他們的唇油 美日記很多人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們的眼影盤 但是忘記了它有這個醬好用的唇油 所以有醬好用呢 我現在就來給你們解釋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七個顏色裡面呢,是沒有拆蕾色 No拆蕾色 頭一樣,我也是來簡單介紹一下它的包裝 它的開關並不是在上面 如果你是用上面來開關的話,那你就知道了 它的開關在旁邊 而且是有齒面的 是不是很高級咧 因為這個頭呢,之前呢,我沒有拿過他們以前的唇油 可是這個新的唇油跟之前的唇油呢 它這個頭我已經換了設計 以前的話是黑色的,現在還講一些線條 接下來呢,我今天呢,就會用這個Sony這家相機 就是原相機,無美顏 先無濾鏡的給你們刷色,紙色給你們看 很期待咧,我們就馬上來刷色吧 在第一支V10,它是一個桃紅色的顏色 然後就是比較日常的顏色 我現在來上水給你們看 看啦,它是比較桃紅色的 這個顏色非常的日常 然後非常的乾淨 淺白 然後我現在來厚塗 厚塗的感覺塗出來就這樣子 非常非常的乾淨 如果是黃皮用的話,其實也沒有講很大的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白皮用的話,就一定更沒有 所以你白皮的話,一定要買它 現在這一支呢,就是V11 它是比較灰調的豆沙色 如果你是厚塗的話,比較適合白皮 薄塗的話,就黃皮也可以用 然後就是非常溫柔的一個顏色 你看,如果是薄塗的話 它跟我自己本身的那個唇色是很接近 所以男生,如果是要買一支的話 你可以買這個V11 非常適合男生 看它顏色塗出來,非常的自然 可如果你想要素顏 只是單純塗一個口紅,你可以選擇一個顏色 我現在來厚塗 你看如果是厚塗的話,黃皮的話,就沒有這樣適合了 可是它是非常...不要看臉啦 它是非常... 它是非常溫柔的一個顏色 我覺得如果你用這個顏色去教學生的話 別人都會看著你嘴巴 就是一個非常溫柔的顏色 接下來呢,就要這一支V12 那這一支V12呢,非常的鮮白 黃皮的人一定要買它 一顆白一個毒,我跟你講 包圖,鮮白 這個顏色真的很鮮白 這黃皮的妹妹,一定要買它,懂嗎? 厚塗的話,直接白了一個毒,真的嗎? 非常好美,這顏色也是 真的,薄圖美,厚圖也很美 你看到嗎?整個氣質就出來了 接下來來到這一支V13 非常的復古厚 是那種爛,爛蕃茄的顏色 因為復古的顏色呢,通常都會比較鮮白的 給黃皮的人用 我們現在就來上色 很美,看!很美,這顏色真的很美! 這顏色一定要買,整個綠色上一定要買 非常適合亞洲人這個顏色 我現在來後塗 哇,你看真的很美這個顏色 它不會講橘到很橘 它橘到是有點復古的橘 看到嗎?非常的顯白這個顏色 彎彎圈圈的番茄,爛番茄的顏色 再塗多一層給你們看 你看,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V13一定要買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真的非常的復古 搭配了我今天這個服裝 非常的復古 接下來這一支V14 那V14這一支,我在我刷色的時候呢 我覺得它是非常溫柔的一個顏色 比較適合新娘豆沙粉的顏色 這個顏色呢,非常的新精神 所以如果你是化妝師呢 你可以試一下買這一支給你的新娘子用一下 V15呢,就是非常的氣場的紅色 它並並那種紅色 所以如果你要買一個色的辣椒紅的話 你可以買這種藍調的紅色 真的是非常的新氣質 OK,那看到沒有嗎? 先去覺得有點像那個女王的感覺 這個紅色呢,真的非常的正 不是很美的那個正 是非常的正的那個紅色 我現在來上色 這個我就不包圖了 這個要直接厚塗才有氣場 這個藍調的紅真的很美 如果你是被欺負 或者你是消散的話 你用這一支口紅去迎回你的男人回來 就推開那個嗎? 這個顏色我覺得非常的適合它 塗了這個顏色的口紅 我會想到它 非常有氣場的顏色 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可以教育啊 一定有氣場的人 有氣質的人才可以教育這個紅 只是講真的 真的是不是 不是每個紅都適合全部人啊 所以就是要看你自己的那個 個性跟性格 適合什麼的紅色 你才去買 我現在來到最後一支 最後一支就是V16 也就是我大愛最喜歡的一支 來賣一個管子 這一支V16呢 非常非常的高級的顏色 非常復古 非常的清白 那種巧克力融化了的那個妝感 真的非常超級好看 這一支呢 是這氣質裡面一買的一支 這樣子看起來 它像那個玫瑰的豆沙色 可是它不是 它是那種巧克力融化了的紅色 整個展覽就很高級了 然後塗就開始很高級了 現在就在後塗 這個顏色真的很復古 你看我搭配了我今天這個 有點像過彩結 我是在裡面 不所擁有的一個顏色 就是非常的高級 復古感 看我的樣子 直接變白了 前面的幾款 我都沒有用粉底去蓋 我的唇色 然後我直接上過來的顏色都很美 沒有拆了以後很美 而且都是絲絨不綿的質地 把它乾好被開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推幾支 我個人覺得很好看的顏色給你們 V10 V13 還有V16 V15的話就要看個人了 白皮 黃皮 都可以用了顏色